Yay I'm the Queen 哇 很棒很棒 好的 那我們請停留Ending Pose好不好 這麼值得經營的一刻 我們一定要請了所有的美女朋友 幫我們好好捕捉 不僅是我們鬼鬼威傑 第一次玩我們的森巴谷 還有今天呼應了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一定要留下美好的畫面 好 我們現在先從這邊開始好不好 我們這樣輪過去 比較傻小 讓我們盡量滿足所有美女朋友的拍攝 好不好 大家辛苦了 好 來 我們這邊 稍微往我們的左邊一點點位置 好的 來這邊 好 讓我們中間 看一下我們中間官方攝影的位置 以及方向 好的 給我們一點笑容 好 也謝謝我們的嘉璇跟我們恩仇 還有我們的老師呢 今天的表演都帶來的活力試射 好 我們的左側方也有一些美女朋友 來 請大家稍微補充一下畫面 好 來 有沒有哪位媒體朋友還沒有捕捉到畫面 稍微處理他聲音 聲音 哪邊 好 我們先從中間好了 中間開始 好 我們給大家幾秒鐘的時間 好 我們中間來統一下 好 先統一等中間 我們的眼神給我們中間的官方攝影的位置 好 好 稍微眼右前方 好 這邊對不對 我們的右手邊這裡 好 我們右手邊給他們一點點時間 辛苦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了 好的 再回到我們的中間後方對不對 中間後方有拍到嗎 剛剛有揮手了 好 來 我們的左側方這裡 好 左側方的地方 辛苦今天所有的媒體朋友 好 好了 大家回到我們的中間 好 耶 今天我們的愛的鼓勵 用我們的森巴鼓來呼應了我們 我們留下 謝謝我們的大學 謝謝我們的觀眾 也謝謝我們的老師們 好 再來這個單拍時刻好不好 來 我們要先從中間開始 來 有請現場的媒體朋友 為我們的瑋瑋無音節 好 留下我們美好的畫面 今天來到我們的現場 這裡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當然 留下美好的畫面 是最重要的 來 我們從右邊這邊的媒體朋友 好 來 再往左邊側一點點 左邊往左邊 好 來這邊 好 中間的部分 來這裡 好 中間的區塊 有很多媒體朋友 沒有捕捉到畫面 左邊 好 左邊 好 我們等一下最後再回到中間 好不好 來 我們左側方的媒體朋友 來掌握一下時間 來 好 中間的光光瞬影 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 辛苦大家了 我知道今天大家 行程很慢對不對 但是呢 謝謝大家都來到我們的現場 為我們的瑋瑋結 留下非常棒 來支持我們的LG的 2020的希望起飛的活動 來 OK 還有哪個麥克風 也再次歡迎我們的佳璇 來到我們的現場 請鬼鬼跟佳璇跟大家打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MA 吳應潔 是 好 那 我是佳璇 佳璇 他是明朵教育服務團的佳璇 好 我們先請問鬼鬼好了 第一次玩森巴谷 對 怎麼樣 有什麼心得沒有 以前我打過那個武龍武士的那種 大谷是不是 對 大谷 然後再次就是挑戰這個森巴谷 對 其實我們只上了 我們只一起去上了一次的課 真的假的 但其實我覺得我的小谷還算簡單 哦 但我覺得他們的大谷 我在旁邊看我覺得很難 嗯 因為我們有表演的經驗 對 所以我們還知道說要有笑容 對 你怎麼知道他臉都有一點點 因為當初我們在一起練的時候 他們來說臉很臭 你知道他們每次打破 他們很僵 然後他們也不知道怎麼笑 然後後來我練了兩個小時 離開之後他們還在練 他們然後在練這個 那是什麼 就是 喔 律動 律動 就是要這樣 咚咚咚咚咚咚 這樣子 要有笑容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比較辛苦 但是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啊 但因為這次因為沒辦法 再次去看到他們 所以就是 利用這個鼓想說 剛剛他們是有一個呼應 對 對 而且他們也沒辦法來到線上 有點超可惜 但是我覺得 剛才這個森巴谷 愛的鼓勵打得非常好 不過 我剛剛有小道消息 聽說你們有受傷是不是 沒有受傷就是 因為打那個鼓呢 就是 會有一種快感 喔 什麼快 你們剛剛問那個鼓棒呢 就是當你握的時候 你聲音打得越大聲 對 你會覺得說 天啊 我真的在打鼓 所以那兩行課 我就把那個鼓棒握得非常非常的緊 我懂 結果然後因為打的時候 那個鼓棒會彈起來 對對對 有回彈的力量 所以這個食指那時候後來就有點痛痛 但是不到受傷 但是因為今天因為樓上有一點 對對對 其實你很想要 我今天很想要大的打 但因為他們說就是小力的打就好 對 因為我們怕樓上住戶就會太吵 其實因為我覺得打鼓也是一個很療癒的一個 你覺得有發現一些 你知道 對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我的歌要配這個打鼓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害羞 我從來沒有想過就是Go 不會 我覺得很適合欸 對 因為我只要六個Go就會唱副歌了 對 所以剛剛我就打了六下就等於是一個副歌 哇 很讚很讚 好啦 但是我覺得你知道我問你受傷的事情 是因為呢 小到消息就覺得 哇 鬼鬼無音節 好認真喔 沒有沒有 不敢 但是就是為了小朋友 不要害羞 為了小朋友我願意 因為你是希望導師啊 對 一定要帶領他們就是做一個很正向的這個表率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問一下嘉學好了 好不好 因為你身為我們這個明朵教育服務團 聽起來就是身負重任 有沒有什麼想 我覺得就是在營隊當中 就是一開始我們在設計這個課程的時候 會擔心說小朋友會不會覺得很無聊 或是因為是夏天很熱 我們是真的要在竹屋那邊 就是要跟著騎老大哥去蓋竹屋 那其實孩子都很樂在其中 我們也看到孩子對於學習的一些渴望 那我們一開始會擔心他們會不會沒有什麼反應 那可是在實際在現場的時候 他們其實還蠻積極 而且會問騎老很多的問題 就像怎麼蓋啊 或是為什麼要這樣等等 對 而且甚至也會問說 那這個的太魯閣族語怎麼說 所以他們也會開始去學習 那我們覺得說 孩子給我們這樣的回饋 讓我們覺得做這件事情是非常有價值的 是 我剛剛從影片裡面看到 大家都笑得很開心耶 對 而且花蓮的孩子們呢 一開始我覺得他們很害羞 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孩子 他也能說這樣點點我 說 鬼鬼姐姐 是 我最近有這樣跳舞課 老師叫我這個 他就在抖著他的屁股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他很有 他們其實非常有表演 因為他說 姐姐 我學這個你有看過嗎 然後我就說 什麼 他就開始抖動他的屁股 是 然後我就覺得這些小朋友跟我 就是想像中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是 所以一開始看覺得害羞 其實 一直在看鈕還沒打開而已 對 沒有熱身 真的 那很適合你去耶 那時候我還叫他們跳了我那個go的 真的假的 然後一開始大家就說要陪他們怎麼摺飛機嗎 還是什麼 就玩遊戲 比較靜態的 對比較靜態 我想說小朋友應該喜歡跳舞吧 我就想說來試試看 但因為這是在Round Down裡面沒有的環節 很想要小朋友們去很開心 很喜歡 你就可以培育我們未來的這個Dancer 對 他就是喜歡讓我覺得 那一刻的我就覺得 喔 就是 要繼續唱歌跳舞 是 因為他們才可以 其實很多人都是從跳舞才獲得快樂 喔對 而且他們可能很多未來都想要可能中你的行業啦 對 或者是做很多就是可以帶給大家歡樂的這個工作 對不對 好 那我覺得既然我們剛剛講的都是在給予關懷的部分 我相信 我自己覺得啦 你在關懷別人的同時啊 其實你自己很療癒 對不對 對 所以兩位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在做這樣的服務的當中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樣的回饋跟收穫 我相信這都是人生很重大的禮物 佳玄 我覺得 孩子給我們最大就是我會發現說 孩子其實潛力無窮 就是我們有時候當老師會覺得說 啊孩子應該做不到什麼事情 或是 會說啊他太難了 但其實 學生是可以做得到 只要我們願意去答應假幫助他 去變得更好 這樣我們才能讓孩子真的就是 能欣賞自己 然後感受到自己的價值 我覺得就是 老師應該要去幫助孩子做的事情 嗯 所以你自己收穫也很多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他你有沒有發現 佳玄在說 他都好 他是一個很貼心的老師 他就覺得 但是他們就是 他散發了一個老師的光芒 對然後呢 沒想到就是大家都可以達成 然後你的風格就是不太一樣 有點GTO的感覺 我應該會是跟孩子一起亂的 對 那你呢你有沒有什麼收穫 我在這些孩子們有一個環節呢 是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前面我們先跳舞了 對對對 最後最後我要離開前 他們叫我坐在那裡跟孩子們聊天 真的假的 然後我心裡其實那時候當然想說 你這樣講我雞皮疙瘩 你看都跑出來了 真的 他說叫我坐在那個小演講台上面跟他們聊天 我有看到 你剛剛有講 對然後我其實我當下就覺得 天啊天啊天啊 小孩一定坐不住 我到底要聊什麼 你怕他們跑掉 我覺得很尷尬 當下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要跟他們聊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就硬個頭皮跟他們聊 你該不會聊了兩個小時吧 我跟他們聊了30分鐘 那也很久耶 對因為 但是當下在聊的時候 我一個moment 因為我問他們說 小朋友你們有沒有以後想要做的事情 是 你們想要做什麼 沒想到這個話題他們 跟我一起了 就是跟我有 開始有反應 他們不會像就是 大家以為的小孩子就是這樣子蹦蹦跳 他們就坐在那邊會說 選我選我選我 我以後想要做什麼 他想要分享 對然後 首先我記得有一個麵包師傅 他想要做麵包給大家吃 然後還有一個想要當NBA球員 然後他也邀請我去看 如果他真的加入 他想要邀請我去看他比賽 哇 好願景耶 他有一個記者好像想要當護士的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 我一開始以為小朋友在這個年紀 因為他們都差不多是三四年級 或一二年級的小朋友 對 那我覺得他們可能不會思考到這些事情 就是好像沒有辦法想得這麼樣的明確 沒想到他們很有想法 對 所以最後我就跟他們說 如果你們想要選擇你們喜歡的事情 就一定要去做 千萬不要後悔 這是我最後跟他們分享的話 哇很棒 而且因為呢 今天他們來到現場嘛 所以呢 我們最後好像 我會有一些祝福的話 會送給他們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那個祝福的話就是 會變成一張小卡 然後是我手寫的 真的假的 對 寫在上面 寫的是希望起飛 沒有啦 只在騙我 喔下面都是你寫的地方對不對 對我騙了 差點我想說你就寫那四個字 我寫的是不要害怕面對困難 要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 啊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畫面當中 哇在這裡 那我的字 欸我覺得很棒 因為其實雖然沒有很長一大篇 但是非常的重要 對 對不對 看似簡單 但是我覺得 意義深遠 對 雖然也很難達到 但是你心中要這個理念 我覺得一定會有 會有達成夢想的一切 我相信他們一定拿到之後啊 就是當成那個聖誕老公公 你知道送的禮物 然後有遇動困難的時候 就拿出來 看一下 對加油打氣一下 非常的棒 給我們鬼鬼生熱情的掌聲好不好 大家好 我們也要謝謝我們的家神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鬼鬼稍微做 鬼鬼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 講一下今天這個活動 這個希望起飛呢 就是 我覺得他們已經 就是每年 已經持續了12年的一個工藝的活動 他就是會幫助 偏鄉的小朋友 然後比如說 會有一些物資啊 或是陪他們去玩 像我本身今年暑假 就有去花蓮 陪他們 蓋竹屋 然後畫紙飛機 欸 畫飛機 跟那個 陪他們跳舞 還有跟他們聊天 對剛剛那個趨勢就是 有一個小朋友聽聽說 鬼鬼姊姊 那個 我有學跳舞耶 他就做了一個很歐美 就是抖臀的姿勢 讓我覺得他們好狂野 之外 他們一直在說 你是蔡依林嗎 你是蔡依林嗎 我可以找蔡依林嗎 他們覺得我是蔡依林 然後我說 呃 蔡依林很美 然後但是呢 我不是蔡依林 我說我是鬼鬼 你要記得喔 然後他們還說 你認識鄧子綺嗎 我說 呃 我跟他不熟 就是有一些很可愛 他們的舉動 然後他們就說 然後後來最後我還有一個記得 就是 呃 我要上車前 他說 姐姐姐姐 你是那個王恆大 他說那個鬼鬼嗎 我說 對對對對對 就是 是另外的小朋友 就是他們 有看過我上綜藝玩很大 然後他們最後最後的最後 認出了我 就是我覺得 很感動嗎 我其實覺得蠻開心 因為其實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的 就是平常有沒有在看電視 但因為其實現在看電視的人 真的也很少 當然他們有沒有手機 其實我也不清楚 但我就覺得 呃 我好像就是 跟他們是同樣年紀的人 然後跟他們去闖關 然後跟他們分享 跟他們聊天 然後希望他們會記住我 這樣子 那這樣跟他們的相處 有沒有想到自己以前小時候一些 欸我小時候沒有他們那麼聰明 因為現在的科技真的太發達 他們現在 他們的思考 他們已經聽到鄧子綺了 我那個年紀的時候 我在侵犯小萱 我愛 我愛洗澡 所以就是 他們現在已經聽到鄧子綺了 就是 譬如說我小時候我可能會不知道那些字是什麼 我只知道左三圈 右三圈 脖子扭扭扭 屁股扭扭 對我就只知道這個 但他們現在可能已經知道是蔡依林 喔還有人問說 你認識周杰倫嗎 然後我就想說 他們真的很可愛 那你自己會想到 就是他們這樣練習啊 自己也想到 當初 初到練舞的辛苦 初到練舞的辛苦 我真的是從不會跳舞到會跳舞 然後我也沒有加入過科班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現在有點 回憶不太起來 但我只記得那時候 我唯一比較清楚的記憶是 我去韓國受訓的第一個月 我都在練肢體 然後一樣的動作我跳了一個月 我記得就是 整整一個月都在練一樣的事情 就覺得蠻不容易的 就是一定要 我覺得過程可能會覺得辛苦 然後會覺得很疲乏 但是一定要撐過去 那說到科班 剛在台上打鼓感覺怎麼樣 打鼓呢也是對我來講 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因為 我特別還去那個打擊樂教室 學了兩個鐘頭 然後一開始想要上兩堂課 但老師有把我的就是鼓 有稍微簡化一點 但我本身是一個不會數拍子的人 所以 剛開始在練的前面半個小時 為了要抓拍子 就是有花了一點點的時間 對 然後老師有幫我簡化 那其實當下打鼓是覺得 我那時候是 就是網很用力打 就覺得是一種 蠻好的一種 發洩的感覺 但手就很痛 所以我今天就輕輕的打 對 那你是不是那個聖誕節 跟公益活動 那你結婚想說 聖誕節不好 聖誕節 聖誕節我會在那個 MTV的最強音表演 然後表演完 我要瞬間移動到嘉義 我要去舞台劇演出 對 因為十二月的最後兩個禮拜 還有桃園的演出跟嘉義的演出 然後接下來就要再跨年表演這樣 這樣子忙得過來嗎 就是舞台劇的排練跟 因為舞台劇就是現在只要副排就好 所以還好 但現在比較緊張的是跨年的表演 對 準備了 還沒開始 你看一下一冒到這個 我就開始覺得緊張 就希望大家還是可以 因為我會去高雄跟 還不能講 但就是高雄旁邊附近的地方 高雄旁邊 有一個台字 這樣子 我現在沒有在排練 我十一月宣傳期過後 就有休息一下下 終於可以休息 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 但接下來就不會有這樣好的日子 就這個天氣滿好睡 我基本上我起不太來 我一天都要睡十三個小時 但現在就是在運動 然後準備跨年這樣 那這樣昨天晚上地震你在幹什麼 昨天晚上地震的時候 我剛好在計程車上 我要回家 然後那個司機開車就這樣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地震 他說 對啊 我說我第一次知道說 地震的時候 車子會晃 才是大家都知道 地震的時候 車子會晃 會握不住方向盤 嗯 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他就跟我分享 我說對 我有收到簡訊說 會有地震這樣子 那你當下有感覺嗎 我好像沒有感覺 就看到司機 對 就司機這樣 蹬蹬這樣 對 那自己有發文 那是沒有發文嗎 我沒有發文 因為我的感受沒有到很深 對 注意到之前就是 養人他有發一些地震 誰 誰發地震嗎 啊 我們不談論亞倫這個事情 因為他會生氣 你們不要跟我談論亞倫 亞倫要發片了 摩登原始人 請大家多多支持 對 他12月25號好像要發片 沒錯 嗯 那年末要到了 或是新年 對新年有沒有新的計畫 新年有沒有新的計畫 我一向就是一個 不太計畫的人 就是 我覺得計畫感不像變化 所以我覺得 想做什麼就去做吧 對 謝謝 謝謝